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是在山东台,这里就是泰山,现在我们开始登山 这里是一天门,第一山 泰山的古迹非常多,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三个四排坊 前面就是鸿门,这里是泰山的鸿门,我们现在所走路线也就是泰山的最经典的路线,鸿门路线 这条路线也是自古帝王来泰山,说走路的路线,好,现在我们开始登山 哇,它下面有树瀑布,声音特别特别的响 这里是万仙楼,在这里开始检票入山 在这里检票,正式入山 刚才已经检完票,在这里开始正式上山 前面呢,它是泰山的烈士纪念碑 这是为了纪念解放太阳而使的烈士,作烈的碑 这里呢,它是刚才看到的那树瀑布,它上流的部分 中流瀑布,哇,它这大时刻呢,是明朝嘉靖年间所刻 它这个声音非常大,听得非常非常的爽 我们去那里看一下 我们去那里看一下 哇,你别跑过去啊 在泰山呢,不但可以提供登山乐乐去,而且呢,两行都是风景 这个呢,是泰山上非常出名的时刻 从而,历代我给您对它解释呢,它是风月里面的部分 没有写外面,所以也就是风月无边的意思 哇,现在呢,是已经下起了小雨 现在我们接着爬山 这里呢,已经到了斗姆宫 现在呢,现在下了雨,但是人里是非常的多 这里是斗姆宫,我们进去看一下 啊,最后呢,有一个大顶 线路图 泰山呢,它是五月之首 它也是历代帝王来这里,风山的地方 所以呢,泰山,它登山路两方呢 有无数的佛教,道教的庙域 哦 我们往前面去走 这里有古碑 它这里的登山路线呢,一共有两条 可以走我们刚才的登山路线 也可以走这里的道观 我选的是走这里的一段路 这个呢,是第三年路,碧霞军殿 上面的是山光殿 三观庙 正面的主殿是三观殿,旁边的是柴神殿 太山登山路这里呢,它卖东西的非常非常多 有东山帐,还有雨衣,还有刺的 每周几步呢,都会有 所以呢,大家不要准备太多东西上山 我们呢,刚才从这里上来 现在呢,我们继续开始上山 这个泰山呢,它是24小时开放 它有白天来爬的,也有夜游泰山的 我们现在又看到了这树瀑布 这树瀑布呢,它是由上而下 它上流呢,没有下面那么大 就目前呢,我们一路走过来呢 这里的登山路呢,还可以 它,比较缓,不那么陡峭 这种吸水瀑布的声音,让人非常非常舒服 好,现在接着往上走 在泰山山下,还有一路卖东西呢 它都有卖这种小拐柜的 非常非常便宜,两三块钱 大家可以根据这里需要 进行购买,可以在山下购买 因为呢,我要一手拍摄 不好拿,所以我就没用 出了好多汗 泰山登山路呢,它很稳 这段路,从这里,从我们山脚下到南天明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别的路行 都是这种路 出了台阶,就是台阶 然后有一段的缓坡 现在雨小了一点 前面这树山路呢,它一棵非常粗壮的大树 直接横在了路中央,被架了起来 哇 哇,这棵树非常大 这个地方呢,它叫四槐树 据说呢,是当时吃药金登泰山的时候 在这里种了十棵槐树 这里呢,又遇到了一处吃饭的地方 也就是休息,避雨的地方 它这里卖水,卖雨,什么都有 它这个泰山这里卖水的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多 你每走一段路呢,就有 所以呢,不用担心口渴的问题在这里 这条路呢,它也是很陡 它台阶呢,特别特别窄 这里呢,它是湖天阁,它是始建云明代 哇,它的梅树两侧呢,有两棵树,长了出来 我们穿过这个梅圆 里面呢,有所大店是园军店 里面呢,应该就是碧霞园军 这里呢,是登山路,继续登山 哇,它这里又是休息和吃饭的地方 我们先不休息 这一处的山路呢,比较连贯 它几处的台阶呢,缓迫比较小 它都连在了一起 它这一处的腹部呢,也非常漂亮 刚才上来之后,又是一个非常陡的山路 这里是回马林,开始爬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上过来的山路 接着往上走 这一个转弯之处呢,这里也有一处腹部 这里呢,是到了药王殿 观音殿 观音殿每口有一棵徐原树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山下 哇,山体全是绿树 这处桥呢,跨过这条瀑布 然后呢,从这里接着上山 从观音殿到中天门这段路 是没有其他庙里,全是兜山路 哇,缓坡呢,也非常非常少 全是这种路 几乎呢,是没有什么缓坡 只有中间这一段 走过这一整段的,比较大的山路呢 它就是中天门 现在越往上走呢,它的山路也就越陡 再爬过我们面前这个拐围的台阶 就是中天门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中天门 这里呢,就是泰山的一半 中天门 它这里是我们呢,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还有卖一些登山帐,还有水的地方 这一周圈呢,都是 这里呢,现在是起了很多的雾 非常非常的朦胧 这里是财神庙里面呢 是财神赵公民的神位和神像 哇 现在从这里看山下呢,全是雾 我们从山下到中天门这里 上来呢,上的非常的爽 从中天门到南天门 有一段路呢,叫山路十八旁 那一段路呢,也非常的爽 待会呢,我们去体验一下 这有变色吗? 整个中天门呢,物济缠绕 非常非常朦胧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视频 先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登南天门